中共建政后被割让领土一栏表,中共官方的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世界各国计时年鉴,经过精确计算的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2万64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270550平方公里,按一般惯例国外计算领土是以实际控制区为准。 另外把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分省中国地图级,中的各省数据汇总起来的陆地面积为933万8226平方公里,与CIA公布的中国实际控制陆地面积相当,相互印证中国真实的领土面积。 中共建政之后从中国身上合法割肉的国家包括朝鲜,俄罗斯驻应该称苏俄,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 从中国身上非法占领的国家包括我国的地图还包括这些被非法占领的地区印度,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中共建政之后合法被割让,被放弃的中国陆地领土新岛, 长白天池东签约割让给朝鲜,唐鲁乌两海,18万平方公里,被俄罗斯实际占领中国被迫放弃,江东64囤3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屠门江口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孔舍令二连北16万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蒙古,阿尔泰山脊东签约割让给蒙古, 凯瑞杰利德签约割让给哈法克斯坦,查汉厄伯签约割让给哈法克斯坦,汉藤格里山地区,21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吉尔吉斯斯坦,帕米尔地区27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签约割让给阿富汗,达拉克地区签约割让给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南路签约割让给尼波尔, 将新坡地区签约7万平方公里割让给缅甸,南侃地区2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缅甸以上陆地领土,永远不再属于中国领土,走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住有些地区无法确定面积,中共建政后被强占的陆地领土阿里南2000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藏南山南9万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印度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被中国控制号称战胜国的中国在中印站,中却被强占1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中共建政后被外国非法占领的海洋领土和岛屿,南沙28岛65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被越南非法占领,南沙2岛5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 南沙9岛7万平方公里被马来西亚非法占领,南沙1岛3000平方公里被文莱非法占领,南沙9岛41万万平方公里被菲律宾非法占领, 调,于岛74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日本非法占领,南流求2267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放弃不该被放弃的战略要地, 白龙围岛被越南永久占领,其海洋国土损失无法准确计算以上海洋领土部属于中国控制范围, 走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住有些地区无法确定损失面积,如白龙围岛所损失的国土面积, 遗憾已占却自愿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围岛, 1955年7月中共军队占领该岛到1957年3月却交给了越南, 这期间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 单线,设立有单线人民政府浮水州办事处区及行政单位, 同时设立有党的基层组织中, 共单线委员会浮水州, 共作委员会, 合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 浮水州首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校、 渔农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州名称, 1988年4月25日, 越南政府公布了一份外交部文件题为黄沙、 长沙群岛和国际法, 文中提到白龙围岛说, 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围岛, 并于1957年收回白龙围岛, 自古为中国人定居远离越南海岸有关条约及外交文件, 也查不到任何根据规定是越南领土,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此岛的主权, 要求在2006年以后的地图册上, 已经看不到此岛的准确标示, 最屈辱的割让江东六十四屯, 的割让最屈辱, 1900年7月17日, 俄军越过京旗里江, 对江东六十四屯中的布丁屯居民大肆焚杀, 强行驱赶过江, 接着派出骑兵将为嫡渡江的二十八屯中国居民聚在一个大屋中, 全部活活烧死一时浓烟毕日, 其他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扶老邪又奔逃黑龙江边绕月, 不能哭嚎凄惨, 俄军骑兵追来谈飞, 如雨渲染黑水十八日陈清军渡江与俄军激战, 同时润魂水师日夜阶渡把部分屯民, 接至江右当日俄军枪杀了千名中国居民, 将未来的嫡渡江的中国人部分男女老幼, 统统用刺刀逼入黑龙江中服施毕江, 数日不绝于木制二十一日江东六十四屯, 全被俄军焚毁相杀, 烧杀,烟壁的中国居民打两千多人, 十几日后飞龙江底沉溺的无数尸体翻浮水面, 顺流坦去江面上浮, 这一层油浆水, 其臭, 惨状, 不可禁诉, 二十五日寿山致电杨如, 告以俄军将我华民即将左各屯人民屠路不堪之惨状, 要杨如转告俄国政府, 勿在旺杀良民俄国从此长期霸占我国这片领土, 几十年后, 基于所谓的中苏友好江东六十四屯, 被中共正式放弃, 中共官方声称陆地总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三百万平方公里, 但是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 为九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仅有二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共建政之后路, 地领土条约放弃的总面积在四十万至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 海洋领土损失总面积在二百二十万至二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左右中国的所有邻国, 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合法或非法地从这个庞大的帝国身上割下或大或小的肥肉, 正是在天安门上宣称从此站起来的中国还是一个依旧孱弱的中国, 对被强占的黑瞎子岛只还了一小半就花天洗地, 不知道中国人高兴什么, 连俄国人都承认整个黑瞎子岛本来都是中国的欺视害人的中共自欺欺人的国人, 以上的代表,